大家好我是故事超人瑞仁 今天又来三分钟说一本书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 就是我的好伙伴叫做陈诗慧 来写的写作的这本叫做 《闯出人生好业绩》 《闯出人生好业绩》 这是彩时出版社 刚刚也就是说2月22号最近才出版的新书 好那这本书呢 主要是透过这个陈诗慧 他以前的一些工作的历练 把他过去的生活经验呢 以及他在做不管是业务也好 甚至于在做投资也好的一些新法 整理出来 他整理出十大业务力 要来跟大家分享 同时呢 里面呢也分享了七种应用的场合 你知道这本书这样就有多厉害吗 你知道十大业务力 不是只有一次用一个对不对 你可以用第一个加第二个 你可以第二个加第三个 所以总共会有几种排列组合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总共会有叫做有一个公式叫做 你们还记得吗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后 1加10乘以10除以2 结果呢 他会有55种排列组合 给你在职场上运用 好这55种排列组合 应用在七种生活场景呢 就总共会有385种排列组合 哇一本书可以有385种排列组合 让你来应用 是不是很棒呢 好 那别人都去介绍这本书啦 那我跟你介绍一下作者本人 因为我跟他本人算很熟 我们一起主持节目 对不对 师惠跟大家 可能你看到他平常是在电视台啊 或自己的频道光鲜亮丽 其实他早期呢 自己从东海大学这个念书之后呢 自己存钱到英国去念书 念这个商业啊 念管理啊 回来 回来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呢 也就是他主要的工作就在科技业 那他最早的工作其实是担任PM 专案经理这样子的职务 可是呢 这个家伙呢 他其实就就是不太不太 就是沉浮于现状 他希望接受一点挑战 那各位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业务这个名字呢 你们小时候很多人可能都听过 长辈都讲一句话 啊你如果没打掃 啊不你把我去做业务啦 会不会听过这一句话 感觉业务是非常地位 是非常卑微的 可是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公司 他做这个生产 或者是做一些 产品或服务的时候 如果没有业务去帮你推 那东西怎么卖 好那你问我说 啊那这本书是不是业务才需要 业务有需要面对385种 这个样子的一个状况来去处理 其实不是的 呃 故事超人在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你去做公司interview的时候 你去被interview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把你自己推销出去 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设计了一个专案 你是不是要把这些专案推销给你的老板 甚至于我们在家庭的时候 像故事超人最近我们在规划一趟旅游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想去的路线跟城市 我是不是应该找到资料 做好一个企划 然后推销给我的太太 推销给我的小孩 告诉他们说这是很棒的 的游城 那每个人都想要说服大家 当你需要有说服大家的时候 你就要很多的不同的心态去面对 你就要学会里面讲的 你要能够察言观色 你要能够圆融 甚至必要的时候 你必须能够归零 才能够把一切事情做好 施惠他其实 当然他现在很成功了 不管是理财也好 还有他自己创业也好 他已经真正做到时间 做自由财务自由 所以他整理这些心法来给大家 那当然也期待 透过这本书 能够带给大家一点点的收获 那各位这本书热腾腾刚上架 如果你是业务 你可能需要他 如果你不是业务 其实我认为你更需要他 因为平常当业务的 大概都知道怎么做 但是如果你不是做业务的 你想要推销你自己 推广你自己 卖你自己的作品 卖你自己的文章 脸书 YouTube 甚至于我刚才讲的 卖你的idea 或跟家人沟通 这里面有很多的心法 值得你学习 我们简单的介绍这本书 也期待你赶快 用你口袋里面的荷包 去把这本书下架 然后重点不是下架他 书呢 实惠后面有写 他的版税 全部捐给这个创世基金会 和市长会 所以他不是靠书来赚钱的 你买书等于也是做了 一方面的公益 希望你看完书之后 你自己收获满满 也能够帮助你自己 有更好的成长 好 三分钟说了一本书 我们下次见 拜拜